宜蘭縣今天新增加317名的確診個案 主要是收容所案部分新增了208名的個案 其中6位是工作人員,202位是收容人 收容人的部分,縣府提供就地居家照護以及生活照顧 縣府將持續提供足夠的醫療資源以及生活支持 幫助民眾早日恢復健康,而此案對社區相對影響較小 收容所208例當中6位是工作人員,202位是收容人 我們已經完成匡列就地居家照護等工作 因為這次病毒真的很強 我們也將協助收容所建立更完善的防疫措施 另外今天金雲會館喜宴案新增1人 餘犯案新增2人,累積39人確診 衛生局也在今天下午1點半到5點 安排了醫療團隊到大溪漁港來提供篩檢服務 而在南澳鄉的部分,新增加了13人確診 其中4人已經知道感染源,9人感染源上代釐清 金雲會館喜宴案再新增1人 我們將透過持續篩檢服務的方式 找出社區中的確診者 並了解社區感染的這個狀況 那也呼籲鄉民們減少不必要的移動 然後才能阻止這個疫情的擴散 至於在學校部分,今天新增確診的學生數共16人 總共受影響的學校有58校,累積132位的學生 8位教職員確診 而其他個案部分,目前有19名的個案已經知道感染源 其餘的個案感染源尚代釐清當中 那今天新增了16位學生確診 其中6位居家期間 因轉陽新增大同鄉立幼兒園 前校停課 部分班級停課有 惠登高中、宜蘭高商 還有國法國中、隆坦國小拋輪分校 芝麻村的幼兒園 私立新興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等7校 為了減緩疫情蔓延情形 縣長今天上午參加由陳時中部長 所召開的應變會議 特別提出了縮短行政流程 讓人力有效分配等防疫措施 降低公衛人員以及醫療從業人員的負擔 此外,林縣長也請中央明確列舉哪些行業的居家隔離者 能夠提早回到工作崗位 減少各行各業受到衝擊 讓縣民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向鄉親報告 今天早上 芝麻也跟陳時中部長 召開視訊會議 芝麻提出縮短行政的流程 讓人力有效分配等防疫措施 希望讓各行各業受到最小的衝擊 伊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或者是居家照護 那如果...